讲到经济学 大家通常会想到 华尔街 高盛 巴菲特 又或者是 GDP 宏观调控 央行展息 这类的字眼 可是经济学 就真的是我们这样的凡人 所不能触碰的东西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经济学听起来 好像遥不可及 不过其实任何一个小学生 都接触过经济学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你的妈妈给了你10元零花钱 这时候 你脑子里有无数的想法飞过 是去吃辣条呢 还是充值王者荣耀呢 在你决定充值王者荣耀的那一刻 你其实已经做了一个economical decision 也就是经济决策 因为享用有限的资源 也就是你手里的10块钱 去满足你无穷的欲望 是不可能的 此时你只能做一个最经济 而且能最大程度满足自己欲望的决定 也就是充值王者荣耀 买皮肤 这就是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经济学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 上到国家经济走向 为什么会打仗 吓到小学生为什么不吃辣条 而为游戏充值 在课本里 经济学的定义是 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 经济活动规律 以及其应用的科学 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做选择来达到利益最大化 仅此而已 在以后的影片里 我们不会详解各类经济图表 建模 又或是计算公式 我们只会把虚无缥缈的经济学理论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给李勤 最后 欢迎大家来到学霸讲堂